公元1556年1月23日,明朝年间,中国陕西省南部青岭以北的渭河流域,发生一次特大地震。这是发生在中国人口稠密地区陕西省化县,并且影响广泛和损失惨重的著名历史特大地震之一。 这次地震的震中位于陕西化县,或沿97个县,包括山西、陕西、河南、甘肃、河北、山东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苏及安徽十个省已受到影响。 余震在半年内每个月都有三至五次,五年渐轻方停止。据历史记载,地震于午夜子时发生,多数人还在熟睡之中,所以导致83万人死亡,死亡人数与黄河泛滥造成的伤亡相弱,方圆2000里800公里的人口有6成死亡。 但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个数字一直持怀疑态度。此次地震在我国历史记载中是灾害极端严重的一次,死亡人口之多,为古今中外罕见,101个县遭受了地震的破坏,分布于陕、甘、宁、近、逾五省于28万平方公里。地震有感范围为五省227个县。